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2年6月24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我跟大家聊这么三个话题 其中两个话题是在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上最热门的 其中有一个话题是连续的被西方的记者追着问外交部发言人的 那就是关于现在正在召开的这个金砖国家的峰会 这个峰会上的一个特别的引人注目的话题呢 就是金砖扩原的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那些反中抗中的势力们 在津津乐道的引起来了他们很兴奋的一件事 就是菲律宾的即将卸任的总统杜特尔特 他宣布了说中止和中国之间关于能源联合开发的项目的这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呢就西方的媒体啊就提到媒体 因为这件事情呢如果提了的话会长中国的志气 会灭他们的威风 那是什么呢 就是昨天马来西亚正式揭幕的一个云顶隧道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是关乎到美国能不能在马利欧甲海峡来堵住中国 来瘫痪中国的贸易运输的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件事 好现在呢我们就一项一项的说 首先呢就说关于金砖扩原的这件事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金砖其实以前有四个国家的 一个是巴西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 这四个国家 后来呢又加入了南非就把这个金砖呢 加了一个S变成了一个负数 那这两年呢随着美国这个拉帮结果 金砖扩原的这个话题就被提了出来 尤其是这一次的峰会 因为今年呢中国是轮值主席国 正好呢这一次的峰会的召开这个时间点 又是呢很多重大的事件都聚集在这个时间点 一个是俄乌冲突呢 现在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 然后呢是欧盟峰会 是G7峰会 是北约峰会 这些呢全都赶在一起 前一阵我跟大家曾经透露过 也不是我透露了 就是我跟大家就是讨论过 俄罗斯呢这些日子以来呢 不断的提出来一些构想 一开始呢提出来要成立一个美国受害者联盟 后来呢又说要成立一个八国联盟 来对抗这个七国联盟 对吧 那么随着金砖峰会的临近呢 金砖扩原的这件事情呢 再一次的被提出来 今天呢我们就听到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 他是提出来说呀 说他现在已经是取消了原来要组建八国联盟的那个动议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金砖扩原的这件事我们就知道了 是因为金砖可以扩原成金砖家 那八国集团呢就显得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那么在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记者不断追问的关于金砖扩原的这件事呢 他们始终是呢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 他们老来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温文斌 老问是说呢 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成员国是否就金砖机制扩原达成一致 具体涉及哪一些候选国家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更多的细节 王文斌的回复呢 是一贯的最善于掉他们胃口的 王文斌的回复呢 是挺绝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具体的回复内容吧 王文斌说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间的重要的合作机制 也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 金砖国家成立16年以来 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的走深走实 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积极稳定建设性的力量 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呢不断的提升 金砖国家机制自成立以来 就同广大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新开发银行已经实现了首批扩元 将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也将提升银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面对当前百年变局世纪疫情 国际热点交织叠加的形势 金砖国家一致认为 要加强同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进一步的提升金砖机制的代表性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发出更响亮的金砖声音 携手应对挑战 维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发展空间 作为今年金砖主席国 中方积极的支持金砖国家 启动扩元进程 拓展金砖家合作 刚才我也介绍了 在昨天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 五国领导人同意 继续开展金砖家合作 推进金砖扩元进程 有关共识也体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14次会晤北京宣言当中 这充分说明了金砖合作是开放包容的 中方将推动金砖各方继续就扩元问题深入的讨论 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定扩元标准和程序 期待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金砖的大家庭 那我们可以呢从汪文斌的这段回答里面呢 我们看出来他并没有给出说现在呢有哪一些候选的国家 那他说了中方呢将推动金砖各方继续就扩元问题深入讨论 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制定扩元标准和程序 在前面呢他提了金砖五国呢已经是一致同意了这个扩元 大家都愿意进行扩元 那么说呢要进行深入讨论这个扩元的标准和程序 那就说明了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并没有确定有哪一些国家已经列入了 因为呢这个标准和程序还没有列出来 所以不可能有国家已经是列入了 那有哪一些国家是一些候选国家呢 汪文斌在这里面也有所透露 他就透露出来呢新开发银行已经实现了首批扩元 这个新开发银行的首批扩元就有可能成为 在金砖国家扩元的时候的候选国家 我想呢就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新开发银行首批的扩元国家都有哪一些呢 如果你到wikipedia去查的话呢 你就能够查出来 在2021年9月的时候呢 新开发银行就扩元吸收了 有阿联酋 乌拉圭 孟加拉这三个国家 然后2021年的12月的时候呢 又吸收了埃及 那么路透社呢还不依不饶 然后就说呢 你刚才提到了金砖五国领导人同意 就金砖扩元开战合作 在昨天的会晤中 有没有其他金砖国家的领导人表示 他们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推进金砖扩元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方对此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他问的这话呢 他就是找事对吧 人家已经说了 金砖五国的领导人同意 一致同意 怎么叫表示还没有准备好呢 那汪文斌就说 我刚才已经介绍了 在昨天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 五国领导人同意 继续开展金砖家的合作 推进金砖扩元进程 有关的共识 也体现在了会晤通过的发表的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 北京宣言里面 那北京宣言说实在的也不是特别的长 如果我在视频里面给大家全文读出来的话 挺长的 但是呢 实际上你去读一读呢 它并不长 那些记者呢 就挺讨厌的 你自己去读去啊 这里面都说了 我也看了这里面 就是关于新兴国家 关于扩元的这块呢 它有好几个地方都有提到 你这些记者 你想知道 你就去读一读就完了呗 没完没了的 来纠缠汪文斌 那这个宣言里面 我还看到呢 就是新开发银行呢 还这一次又迎来了新的四个成员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 2021年的9月份三个 2021年12月份四个 这一次呢 又有四个 就是说一共有八个 一单金砖家 这个程序啊 标准啊 都出来之后呢 我相信至少有这八个国家 可能会申请加入 应该会有很多的国家申请加入了 因为它的好处还是很多的 那中国呢 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 然后呢 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是全世界人口最大的一个国家 然后呢 还有印度呢 印度呢 是除了中国以外呢 人口是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一个国家 那印度现在呢 发展的势头也非常的强劲 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一个国家 巴西是南美最大的国家 南非是非洲最大的国家 所以这金砖五国呢 真的是叮当响的金砖国家呀 尤其是我查了一下 这个新开发银行啊 自从他建立以来 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他的这个实力呢 可以对抗以西方国家为主的贷款机构和美元的影响 有了这个银行做后盾呢 你就不怕美国所掀起来的 或者是有益的 或者是无益的 有的时候呢 美国他闯祸 他也是无益的 他自己也预料不到 他就会闯出祸来 给全世界呢 带来破端 造成全世界的这个金融灾难 经济灾难 但他这一次呢 就会给全世界造成一个经济灾难 有这个新开发银行做后盾呢 这就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保障 谁不想加入这样的一个组织呢 所以呢 我就想啊 如果说一旦这个金砖家 正式接受新的成员之后呢 应该呢 很快会超过G7 这没得说 我估计很快会超过G20 可以和G20进行对抗 也就是说呢 第一批扩原 起码会有四到八个国家 好 这就是关于金砖家这个扩原这件事 第二件事呢 就是关于啊 菲律宾啊 做出来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宣布 那法新社的记者呢 今天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呢 他就问说 菲律宾方面称 已经终止与中方的南海能源 共同开发合作谈判 中方能否介绍一下谈判终止的原因 对此有何评论 那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呢 西方的这些媒体啊 那些反中的 抗中的呀 还有中国的那些败类呀 那些独运轮们呀 他们简直就欢欣鼓舞啊 好像就是说呢 菲律宾跟中国翻脸了 菲律宾把中国给甩了 菲律宾呢 要投入美国的怀抱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 菲律宾是怎么说的 菲律宾就说呢 中非两国开展海上油气 共同开发 是在不影响各自涉海 立场主张的前提之下 妥善的处理两国海上分歧 实现互利共赢的正确道路 两国领导人就此达成了 重要的共识 两国政府签署的 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 谅解备忘录 并在此框架下积极的开展谈判 取得重要进展 中方愿意同菲律宾 新一届的政府共同努力 推进共同开发谈判 争取早日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共同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那么这件事呢 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也查看了一些媒体的报道 尤其那些非西方的那些造谣媒体 那其实呢 杜特尔特呀 他在本月底没几天了哈 也就剩下来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就要卸任了 那这个关于和中国之间 合作开发南海能源的这件事情呢 就是在杜特尔特上台之后 在美国之前搞的那个仲裁闹剧之后 中国和菲律宾之间 解决两国的海上分歧 所拿出来的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呢 就能够使两个国家 由这个海上分歧 所产生的 由美国这个鼓动啊 眼瞅着要剑马弩张 怒目而逝的那种状态呢 就变成了合作方 完全就粉碎了美国的那种挑事 让两个国家打起来的那个阴谋 那么为什么说现在杜特尔特要把他给终止呢 杜特尔特呢 其实说的也非常清楚 就是因为呢 这个合作呀 一直都是在两边的谈判当中 并没有拿出来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东西出来 还只是一个框架而已 那么他下台以后呢 他就不想让这个框架呢 对下一届政府有所束缚 你下一届政府呢 你或者是扩大规模也好 或者是你缩小规模也好 现在呢 两个国家之间已经打下了这种比较友好的基础 下一步就交由你这个小马克思 就由你来搞了 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汪文斌在回应的时候 他也说了说中方愿意同菲律宾新一届政府共同努力 并不是说把两个国家合作的大门呢 就给关上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中国帮助菲律宾呢 这些年以来 这个一带一路 对菲律宾的帮助非常大 对他们的日常的生活呀 社会呀 经济呀 各个方面呢 都是有很大的改善 这一定还是会进行下去的 等着瞧吧 小马克思上台以后呢 两个国家的这个形势呢 只能是越来越好 不会像西方所希望那样的 就恶化甚至是打起来了进入一个敌对的状态 肯定不会 好 这是关于这个菲律宾的另外的一件事情呢 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呢 当然是他们这些记者哈 不会问这件事情了 但是这件事情呢 我刚才已经说了哈 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就是关于23号的时候啊 马来西亚的总理 他叫伊斯麦尔 伊斯麦尔他前往位于彭亨州 雯东附近的东海岸铁路项目 云顶隧道的施工现场 启动了一个守台隧道接近机 云顶一号的这么一个仪式 这个仪式呢 我刚才说了哈 它的意义呢 是非常重大的 它的意义呢 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的意义呢 就是这一台叫隧道接近机的这个东西呢 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接近机 大家过名思义就能够听出来 这个东西呢 就是来挖隧道的 我们大家都听说过顿购机吧 对不对 顿购机呢 就是欧洲他们最先研制出来的 挖隧道的一个机器 它相当的厉害啊 就不用你人这一窍一搞的人工来挖 也不用那个挖掘机啊 一下一下的来挖 它这个动购机呢 往那一安 它就自动的往前推进 打下来的那些碎石啊 那些东西呢 然后它就会从后面吐出来 就相当的厉害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中国向欧洲 应该是德国的哈 向他们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那会儿他们还卡中国的脖子 一方面呢 管中国要价特别的高 就是天价 不光天价 不光从中国赚那么多的钱 还卡你的脖子 后来中国就没有办法 也是自己呢 就进行研究 后来呢 就研究出来了 自己的动购机 可能中国资产的动购机 就不叫动购机 叫绝禁机 那这一次呢 在马来西亚 启用的这一台隧道绝禁机呢 它是中国呀 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 制造的 是东南亚最大的铁路建设设备 它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刚才说的 它有双重意义啊 第一个意义呢 就是这个设备 是在东南亚 启用最大的一个设备 另外呢 这件事情还标志着 说云顶隧道挖掘工程仪式 正式开始 马来西亚的总理呢 伊斯麦尔他说呀 东海岸铁路项目 将连接马来西亚东西海岸重要的港口 它的意义呢 就在这里 大家呢 可能是听说过 美国呢 就是想在马六甲海峡这个地方呢 有朝一日有必要的时候 会封锁中国的海上通道 那中国呢 一直都在寻求一个替代的通道 那曾经还想凿一个运河来着 对吧 凿运河的这件事情呢 好像是有各种的困难 所以呢 这些年以来都没有成形 但是呢 这一次就在这个马来西亚 东西港口用铁路给他连通起来 这应该也是一个替代方案 所以它的意义呢 还是非常重大的 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呢 也是非常友好 非常配合 非常积极的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非常积极 所以西方的媒体呢 对于这样的事情 他们是不报道的 对于这样的事情 在记者会上呢 他们也不积极的去问 那么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呢 就叫 要想赴先修路 这句话呢 前一阵呢 我看塞尔维亚的那个总统啊 武奇奇 他也学会了 那中国的一带一路 在塞尔维亚也帮他们 修了好多的基建工程 就是修路啊 修铁路啊 公路铁路 没有港口啊 塞尔维亚它是一个内陆国家 武奇奇在前一阵子的 应该是一个基建项目的 启动的时候呢 他就说 中国有一句话叫 要想赴先修路啊 所以塞尔维亚呢 就和中国合作修了好多的路 给塞尔维亚的经济呢 带来了很多的机会 很多的机遇 也带来了繁荣 希望呢 这些国家就越来越好 好 我这视频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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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